我們解X平方-6xs加10-0 第一步先看一下 這個式能不能做 因斯分解 或是要配一下 然後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一題的練習不能做因斯分解 那現在如果要解這個的話 我們先做一個動作就是判別式 B平方-誰一定帶你去看看有沒有關係 那判別式的話是拿來做解的 討論了 那在這裡的話 B是AS的係數 A是平方係數 C是常數 所以這邊是-6² 減掉4xA C是10 所以這邊36 減掉40 36減掉 所以這邊是-4 小於0 那這題又是 小於0 這邊我們會知道它是判別 狀況是小於0 那在判別式小於0 狀況下是- 剛才總沒有焦點沒有解 可是這個方程式啊 平方-6xs加10 所以這是什麼 上拋啊 所以我們可以由這邊啊 知道它是一個上拋的問題 好 那這時候我們一樣 我們把這邊畫一下它的圖形 一個拋物線跟一個沒有焦點嘛 那沒有焦點它要找小於0 是不是根本不可能發生 所以這個咧 點心不行嘛 不存在 所以這邊一樣啊 我們根本找不到符合的條件 所以對X來說 我們寫答案 黃色寫好了 這邊的話變成說A 是不是X找不到 B1 B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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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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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6 B4 B4